OK 朋友们 躺个310量产版的第一次试驾 我们现在是在保定长城的这个越野场地 今天这个车我们会开它到这个山里 进行一个越野的实测 那首先还是我用最短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车的基本信息 躺个310 3.0T V6的动力 33万的价格 这个车它在越野的硬件方面都有哪些升级呢 首先车头大家看到 它的前后杠用的是跟躺个300边境板一样的 金属的前后杠 非常的结实 然后车头有了一个12500磅的脚盘 放的机盖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有一个很明显的凸起 看起来非常的有气势 它的轮胎现在是一个26570 R17的 库博AT3的标准的AT台 避震的升级其实比较重要 它现在用的是一个K慢八段的双向可调的一个弹简 而且它现在有一个整体两寸的升高 那目前这个车它的越野的肩脚离脚 分别是36度和33度 最小的离间现在达到了240毫米 整个越野的基础的配置 基础的参数还是非常亮眼的 现在整个它的车身高度 其实厂家也考虑到了来进地库的需求 它其实是没有超过两米的 那另外车尾呢 目前这个车它是包含了越野的拖车封口 并且也有顶开器 所以这个牵引的资质也是给大家配齐了 那另外一些四驱方面的配置 这个车它现在使用的是跟坦克500一样的 伯格华纳的M-Log这个四驱 那这个四驱其实它新增了4A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有44驱 也有分14驱的功能 是一个很智能 也很可靠的一个很强大的一套四驱 并且因为这个车它现在动力更强了 所以它的刹车 它的后桥都有一个全方位的升级 来应对现在更强的一个动力表现 那基础的情况就是这些 咱们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赶快进到越野场地 给大家带来一个越野的实测 好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越野场地了 坦克330这个车 它用的发动机跟坦克500一样 320T V6的双轮能压 最大功率260千瓦 最大扭矩5009米 传动系统匹配的就是这个9AT 这套动力组合 之前在坦克500上 已经验证过了 很成功 坦克330还给你配了一个 电子的硅油风扇 那这一次有了硅油风扇 这个车它的散热表现会更好 另外就是这硅油风扇 它在工作的时候 你在给油的时候 这车整个硅油风扇 那咆哮的声音 也是非常有气势 然后就是越野的配置 这个车 它的刚才说了 伯克多拿大 M-LOG的四驱 然后前后的锁 然后低速的越野如行 再加上坦克掉头 这些功能都给你配齐了 那这个场地刚进来 就是一个特别陡的 并且全是碎石的 一个大上坡 正好我们试试这个 发动机它的低扭的表现 那现在我们这个驾驶模式 就用4A的模式 它会自动分配前后这个动力 然后前后的锁呢 我现在没挂 咱们爬一下试试 现在已经开始打滑了 前边是非常抖的勾 走 没问题 我现在这个动力啊 就是轻轻的给一点油 现在发动机的转速 还不到2000转 能明显觉得啊 这车它动力储备非常强 低扭也非常强 这么大的坡 并且还是一个 胶下柔泡弹空的状态 还有车车的打滑 我这个动力就是含着油走 然后方向机也就是1500 1600转 非常稳的就在往上走 大排量多缸的方向力 并且又带增压 它的动力储备 它的这个低扭的表现 一定是要比4缸的20T 要更加线性的 更加从容的 所以这就是大排量多缸越野车的一个魅力 现在继续走 紧接着还是上坡 并且也是有胖胖坑 我现在就是一边走 一边听着这个硅油风扇的咆哮 真的其实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块有一个比较深的坑了 现在已经打滑了 现在应该是已经形成交叉轴了 然后我把后锁挂上 只挂一把后锁 并且还是4A的模式啊 走 非常稳 只需一把后锁 低速四驱都不用挂 这个动力再加上这个四驱 真的是太强大了 紧接着是一个很陡的一个急转弯 像这种坡度 如果是20T的放弹 你是大概率要挂低速四驱 然后前后左都要挂上 才能顺利的像这台车这么稳一样的上来的 那这一套顾博AT3的AT胎啊 确实也非常好使 尤其是这种碎石路面 你会比较有信心啊 不用担心这个比较尖子石头 把你轮胎刺破这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啊 原厂买来 你肯定是要改一套更大更粗的 这个越野轮胎的 那样下盘会更好看一些 好我们现在是走在这个山顶的碎石路 这个K慢的双向可桥的弹点啊 确实也是非常的好 支撑很足 然后呢 它在这种连续颠簸路的 其实它的整个车内的一个滤震啊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另外啊 其实这个车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升级就是 有了4A模式的这个分动箱 其实这个4A模式就比你 纯的这种34驱的分动箱要方便多了 尤其是在那种 一会儿是打滑路况 一会儿是附着力良好路况 比如说冬季的东北 一会儿有雪 一会儿没雪的这种公路 或者像我们现在走这种 一会儿碎石比较多 一会儿又是附着力比较好的这种土路 其实4A模式它能自动帮你分配前往路的动力 那就省得你再去来回的挂2H4H 那就非常折腾了是吧 所以这种路况下 我觉得这个4A真的是非常好用 你看现在前面又是很多连续的这个炮弹坑 那我这个4A模式它自己就直接给你分配动力了 我什么都不用管了 直接靠这个电子的多片离合器来给你分配动力 你就不用再去想什么时候要挂2G 什么时候挂4G了 但是呢对于真正的硬核的越野玩家来说 还是一个有4H模式 它会更靠谱 会觉得更踏实 但是这个车呢它也给你配了4H模式 仅仅是一个巨抖巨抖的大下坡 那我们把那个走坡环线功能打开 它现在是在自己控制这个车速 其实这个车速还是控制的比较稳的 现在基本上8公里每小时 坡度现在是22度左右 这个速度控制还是非常好 这个越野场地其实就是在山沟里有一个弹山道 这个路其实挺窄的 挂2H330这种车身尺子在这里边就比较有优势了 这个越野场地对于坦克30这个车 没有构成热格压力 当然因为本身时间有限 所以今天我们也只是 简单的试一下这个车它的实测的越野能力 当然这个车其实你应该把它开到沙漠里 或者是大戈壁里 或者是这种需要非常强动力的这种 大的爬坡攀爬路况 才更能展现这个车的实力 今天显然是条件不人选 以后有机会拿到这个车的试驾车 可以给大家来一个深度的 越野的实测 那其实在坦克310出现之前 在中国这个硬派越野车市场 其实是没有一款真正说 完全以性能为取向的硬派越野车的 那坦克400坦克500坦克700 其实它们综合实力 包括越野能力也很强 但是它们毕竟那个车重 还有车身尺寸摆在那 你要说车身的灵活性 车身的轻量化 包括可玩性 那显然还是说放了一个 3.0T V6的坦克300 是要更合适的 所以说这个坦克310 是中国越野车市场 真正意义上第一款 完全以性能为取向的 越野大玩具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并不过分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车 显然它的受众群体 也是那些真正天天在户外跑的 极限的越野玩家 这个市场本身是一个挺小数的市场 但是长城能把这样一台车 给这些真正的越野玩家做出来 是我们要感谢长城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车它未来一定是一个 图腾级的这么一个产品 可能不是说适合很多人 也不是适合大多数的 以城市用车为主的玩家们 但是这个车其实在真正的越野迷当中 它是一个属于中国越野车 一个图腾一样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它33万的这个价格也注定了 它确实也只能是少数的那选择 因为这个价格可以买到 坦克400 坦克500 很多车型 但是我觉得真正懂这个车 真正需求这个车的朋友 一定是会认可它的价值的 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是大财 我们下期再见